黑名单筛选 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黑名单就在这里 Ctrl向下 它有两万多个 当然其实可能还可以有可能更多 因为现在的资料量只会越变越大 所以如果你这么大的资料量 你用人工来处理 基本上是不OK的 所以大数据其实有一个定义就是说 所谓的大数据就是人工无法处理的资料量 其实就可以盖称为所谓的大数据了 那当然你会发现 现在你身边太多都不应该用人工来处理 因为这样太大了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要不就是你至少要会以Sail的函数 这个是最最最低的限度 但我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对以Sail的函数还是不熟 不熟就完蛋了 因为为什么你就只能赴法链钢了 再来的你可能还要再更上一层楼 为什么因为其实说真的以Sail函数里面很多很多地方 其实也许做得到 但是其实其实它没有效率 甚至是怎么样 你要写很多的公式才能做出来 甚至很多地方是连以Sail都做不出来的 那怎么办 用VBL OK 要不然的话你可能要学其他的程式了 所以我发现 未来在办公室人员 你要撰写程式应该是必然的 应该是宿命的 因为不可能 未来的资料量你说会越来越少 应该不可能吧 而且现在讲究的是可能是AI人工智慧 有些资料是自动不断不断在产生的 然后还有物联网也是一直在产生Data 所以这些资料的话 如果你不用一些程式来解决的话 我想你可能会永远有处理不了不完的资料量 所以这部分的话大概跟各位说明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假设说我今天黑名单在这边 我要查它 那怎么查最简单 以前的话等于你要Ctrl-C Ctrl-F Ctrl-F是寻找 有没有 快速键 Ctrl-C是复制 可是问题这个不好 什么方法最简单 其实这个方法就跟我们上个礼拜用的 其中有一个叫Ctrl-F 其实Ctrl-F就非常好用 那Ctrl-F 你想说Ctrl-F 什么Ctrl-F 其实特别重要 我先第一步 先把游标放在查询名单的第二 第二个的话 我就插入什么 插入统计类的 我们上礼拜说统计 统计类里面的什么 Ctrl-F 所以你可以找到Ctrl-F 那Ctrl-F 特别重要 他会跟你要两个资料 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Range Range是你要找什么范围 那实际上就是找黑名单 那Criteria是找什么 找这个东西存不存在 有没有 那你不用向下填满的话 那就让我Criteria一直变一直变 这个范围不变 那不就全部找完了 如果是1的话 那就是有 0的话就是没有 OK 所以特别重要 那Range我们就选了吗 切到黑名单 然后呢 游标放在A2嘛 以前有同学是吧 直接这样往下拉 特别是一定 我给我什么 因为你要拉2万多 那可能要等很久 所以一定要记得有个快速键 我前面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如果你要选的话 一定要记得 你就把游标先放在A2 然后用什么呢 Ctrl-Shift向下 A2然后Ctrl-Shift向下 这样就选完了 这个一定要会 我看还有人不会 不会就麻烦了 你就往下选 选到什么时候 比如说选到了过头了 又拉回来 那不是很麻烦吗 你只要A2Ctrl-Shift向下就OK 另外的话呢 我是建议如果以后像这种跨工作表 然后大范围 一律建议怎么样 请你不要用这种选取方法 我是建议直接改成什么 用第一名称来做 会比较OK 所以建议这个部分不要用这种方法 当然是也可以 但是不建议 用什么方法比较OK 一 请你把什么呢 黑名单这个范围 一样游标先把这个名称先 Ctrl-Shift向下 先把这个范围名称先复制 然后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游标放A2Ctrl-Shift向下 这个范围呢 定义一个名称 请你在哪里呢 在左上角这个名称方块里面 输入一个名称叫黑名单 这个跟上海边那个什么呢 乐透产那个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就Enter 好 这样的话以后 这个范围就叫黑名单 那记得再配合F3 OK 所以Enter怎么知道说这个范围是OK的 请你切到公式里面的名称管理人 看一下这个范围 这个名称就代表这个范围 就这个 没错 如果有错你就修改打个勾就好了 OK 好 那我们再做一遍 第一个 有要放这边 插入函数我们用最近使用过的conif 然后range的话记得 刚刚是点过去然后再选 记得一个快速键叫F3 记得F3 黑名单就出来了 OK这样就完成了 记得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快速键叫F3 它会调一个清单给你用选的 那未来 当然如果你没有F3的话 或者是说像之前有同学用Mac电脑 Mac电脑上面就没有F3 那怎么办 你自己打回也可以 你打黑名单三个字也是可以的 好 好 再来的话 criteria就是这个 接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它找到一个 表示说它在黑名单有出现 然后呢 我们就按确定就好了 另外呢 如果你用定义名称的好处 就是说你不用管 要不要锁定 有没有 之前那个如果你用A2 你可能A2 2的前面要加个钱的话 那如果定义名称不需要 OK 另外的话呢 你的公司会变得比较清爽 我是觉得光这一点 我就会非常喜欢 所以只要是跨工作表的大范围 一律都用定义名称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很多人没有这种概念 所以有时候我光看他们那个档案里面 跨工作表 甚至跨工作部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理解 所以这个地方记得定义名称 按确定之后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他很快的帮我找出来了 那里面是1的话呢 表示是黑名单 那如果是0的话 表示不在黑名单 像这些都是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把那个是0的部分集结起来 然后是 应该跟这样 是1的部分要集结 那这个同学说 老师我用排序的 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啦 资料里面有排序 你可以z到 z到a 他就把1全部都集结了 已经放下面 1放前面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不OK 可能没有另外一个方法好 Ctrl z一下 我是建议你把游标一样放b2 利用什么 筛选 筛选的话呢 它的好处是说 如果你只想看到1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 把你要看到的打勾就可以了 按个确定 有没有 一样留下1 那0的部分呢 它实际上就帮你隐藏起来 那我们如果要把1的部分 把它call到查询结果的话 有不要放在a2 一样Ctrl shift向下 把它怎么样 Ctrl c就可以了 因为其他隐藏不会复制到 OK 然后把它查询结果 部分A1帮我把它贴上 这样我就知道说 黑名单就这些了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想要查什么 两个范围里面 有哪些是不一样的 哪些是一样的 或哪些不一样 不一样的就0 你会很快的时间 可以把它比对出来 其实关键就是利用哪个 利用那个count if 这个函数 OK 然后再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什么 第一名称 所以1行李先第一名称 2用count if 3的话用筛选 把最后的结果贴到查询结果来 当然如果后面呢 假设我们每天都要再查一遍的话 我是建议多一个按钮 我如果希望 这个按钮按一下自动完成 这个按钮按一下 自动帮我清掉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也许我每天都要查一遍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自动化 那第一个请各位先完成 试试看不同的范围 你要比对一下 他们之间有哪些是一样的 把一样的部分找出来 或者未来你也可以相反的 你也可以把不一样的找出来 可不可以?可以 因为常常有一些工作上的需求 就是你今年度的跟去年度的名单里面 到底有哪一些是新增的 那你想要知道哪一些新增的 那怎么办? 关键来的 其实就是count if 所以其实工作里面还蛮多可以这样用的 只要是你要比对的是两个范围之间 你要找出一样或不一样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可以利用count if 那最后呢再配合什么? 配合筛选就可以了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好 好